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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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叛军又趁机抓走了阿湘和公主 危急时刻 水哥成功偷袭救出了两人 他们逃进了军火库 叛军也随即赶到 为了保护公主和水哥 阿湘舍声取义 也点了煤气罐相威胁 给了水哥和公主逃生的机会 没曾想 他的手却被卡住 关键时刻 他养育了多年的青蛙赶了过来 他咬住了煤气罐 给了阿湘逃跑的时间 自此 青蛙不知所踪 影片的最后 真公主顺利回国 阿湘虽然重伤 但也保住了性命 他带着一千万的奖赏 回到市场里继续买着青蛙 他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 不久 私里逃生的青蛙回来了 看着伤痕累累的青蛙 阿湘很难受 他的眼泪滴落在青蛙身上 青蛙瞬间变成了一个帅王子 影片也到此结束 所以说呀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所以 一直前行吧 不要怕失败和绝望 只要你想 总会有希望的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青蛙公主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雅 雅 伟伟 是